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男子在陡峭的边坡 小心的一步接着一步 奋力的拉着伸索往上爬 小心翼翼就怕没踩稳 又发生跌落意外 因为这一段边坡不但陡峭 而且地上还是满满的石头 抢救受困的过程 众人绷紧成精 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中单人员前后护着男子 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离开 山友滑落边坡的地点 就在南投齐来山北峰段 一名27岁的马来西亚 即王姓男子14号 跟友人一同登山 没想到下山途中 却不慎滑落边坡 有人回到山屋后发现 怎么人不见了 才赶紧报案求救 由于当天晚上气候不佳 起雾又下雨增加了救援难度 最后消防队在7小时内 找到人并将受困男子 用绳索从三层楼的偏坡拉上来 终于在隔天下午 将男子平安送达单山口 在打架里面坡山口 kan开 Jazne